大家好,欢迎来到三位书屋,我是志恒,每天为您提供新内容。 小孙买菜回来,看见曹大爷坐在门口,听着花鼓戏,翘着二郎腿,嘴里还叼着一根香蕉,颇为惬意。 小孙瞧见了,想起曹大爷之前还因为糖尿病住院了好些日子,便提醒了一句, 曹大爷,你有糖尿病还吃香蕉呢?一点水果吃了没问题。 虽然曹大爷看起来蛮不在意的样子,但小孙还是继续说了下去。 他告知曹大爷,香蕉素来有水果中大米的称号,早前非洲人都是拿香蕉当主食的, 吃香蕉不仅会导致血糖升高,还会让身体长胖,这对于患有糖尿病的人来说可不是个好食材。 听完小孙的这番话,曹大爷才觉得内心有点慌张,赶紧去查香蕉是不是真的不能吃。 但网络上的说法鱼龙混杂,一时竟查不出个所以然, 这让曹大爷有点不知该如何是好,到底香蕉还能不能吃了? 一位研究学者曾专门对香蕉是否升高血糖进行过实验, 他分别在两天早晨食用等量的香蕉和糖果作为早餐, 并在餐前餐后30分钟以及餐后60分钟进行了血糖测量。 结果发现,香蕉于糖果,吃香蕉的人餐后血糖升得更快更高, 这个结果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香蕉竟然比糖果升糖更快,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这是因为,香蕉属于高热量水果,100克香蕉内含有约91大卡热量, 28克碳水化合物以及少量的脂肪、蛋白质。 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食用香蕉非常容易导致血糖和胰岛素飙升, 所以一般不建议糖尿病患者吃香蕉。 2.香蕉是便秘终结者 关于香蕉的传言有非常多, 其中最为深入人心的不外乎是香蕉可以治疗便秘。 不少人在生活中,一旦便秘,就会选择吃香蕉来缓解。 然而,香蕉真的能通便吗? 食物是否能缓解便秘,其实主要是取决于其内里含有的膳食纤维含量。 居民膳食指南中推荐,成年人每人每日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应该在25到30克为宜, 而100克香蕉内含有的膳食纤维仅有1.2克。 依靠香蕉来起到缓解便秘,有点牵强。 换言之,想要通过吃香蕉来缓解便秘,或许效果不佳。 再加上生活中很多时候,购买到的香蕉没有完全熟透, 这类香蕉内会含有大量的柔酸成分。 柔酸进入体内后会和蛋白质相结合, 形成一些快壮的身体难以吸收的柔酸蛋白, 继而会让便秘的症状持续加重。 所以,想要缓解便秘,吃香蕉并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对于便秘的患者,可以选择一些膳食纤维高的蔬果, 例如火龙果、猕猴桃、菠菜等等。 3.香蕉究竟还吃不吃? 既然香蕉含糖量高,又不能缓解便秘, 这是否说明香蕉是个垃圾水果? 日常还是不要吃为好呢? 当然能吃。 虽然香蕉不能帮助缓解便秘,还会升高血糖, 但是其内里含有的营养价值也不少。 如,香蕉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6, 该维生素对于营养神经、促进代谢以及预防血栓等均有一定辅助作用。 香蕉内还含有甲鎂同等矿物质。 矿物质是组成人体骨骼、牙齿等的重要结构, 且香蕉内含有的能量和碳水化合物含量很高, 可以帮助人体很好的补充能量。 此外,香蕉内还含有类黄酮成分。 类黄酮进入体内后, 可起到抗氧化、降胆固醇以及抑菌作用。 4.香蕉这两类人坚决别碰 值得提醒的是,香蕉内的确含有不少的营养成分, 但它并不适合所有人。 这两类人群劝你日常最好不要使用香蕉为好。 1.水肿 一些存在身体水肿的人不建议吃香蕉, 因为香蕉内含有的钾元素进入体内后, 会导致血脚水平升高, 容易让水肿人群的症状持续加重, 同时会一定程度增加心脏和肾脏的负担, 对于患者的病情康复较为不利。 2.关节炎和关节疼痛 使用香蕉后, 可让局部的血液循环变慢, 让体内的一些代谢产物滞留, 而香蕉内含有的糖分较高, 对于一些关节炎、关节肿痛的人群来说, 不是一个很好的食物。 使用后容易导致病情加重。 5.吃香蕉有禁忌。 1.胃熟透的香蕉导致便秘。 大家都知道, 香蕉未成熟时, 外皮呈青绿色, 包去外皮色得不能下咽。 熟透了的香蕉色味一扫而尽, 软糯香甜。 而我们吃到的香蕉, 都是经过催熟后才成熟的。 生香蕉的色味来自香蕉中含有的大量的柔酸。 当香蕉成熟之后, 虽然已尝不出色味了, 但柔酸的成分仍然存在。 柔酸含有非常强的收敛作用, 从而造成便秘。 最典型的是老人。 孩子吃过香蕉之后, 非但不能帮助通便, 反而可发生明显的便秘。 2.过量吃香蕉, 可引起微量元素比例失调。 香蕉是香糯可口的水果。 因而有些人一次大量食用香蕉, 殊不知, 这样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利。 香蕉中含有较多的矿物质元素, 虽然是人体健康所必须的, 但若在短时间内一下子摄入过多, 就会引起体内的矿物质比例失调, 对健康产生危害。 3.香蕉寄放于冰箱中冷藏。 大家都知道, 香蕉长到六七成熟便被采摘, 因其自生成熟较快。 如果成熟时才采摘, 味道不好, 看上去也不新鲜。 那么香蕉摘下来后, 被储存时的温度要求也较高, 一般为十一到十三摄氏度, 而冰箱中存放果蔬, 一般为四摄氏度左右, 最高达八摄氏度。 香蕉若置放于此环境中, 一被冻坏, 放一天就会变黑, 且变软烂, 口感也变坏, 甚至出现斑块或腐烂。 我们说香蕉可充粮食, 但不能空腹大量地吃, 因为香蕉中含有大量的甲磷铭, 对于正常的人大量摄入甲和铭, 可使体内的钠钙失去平衡, 对健康不利。 五,不能和以下食物一起吃。 一,马铃薯。 如果两样食物一起食用, 或是没有相隔十五分钟的, 两者所含的元素就会发生化学作用, 并产生一定的有害物质。 这些有害物质会导致面部长斑, 所以不想长斑的人就要记住了, 不要一起吃这两种食物。 二,芋头。 芋头营养价值高, 但与香蕉一起吃, 会引起腹胀中毒。 芋头中含有的蛋白质, 钙磷铁、 甲美钠、胡萝卜素、 烟酸、维生素C、 维生素B等多种成分, 所含的矿物质中浮的含量较高, 具有节齿防菌, 保护牙齿的作用。 三,哈密瓜。 哈密瓜与香蕉一起吃, 会导致肾衰与关节病人病情加重。 哈密瓜含糖量在15%左右, 甲离子含量相当高, 香蕉含甲也很丰富, 所以肾衰者尿少时不宜吃含甲量很高的香蕉和哈密瓜, 以免雪上加霜。 四,西瓜。 西瓜和香蕉都属于寒性水果, 如果香蕉和西瓜一起吃, 会引起腹泻。 一些容易口腔溃疡或者便秘的人, 经常吃寒性水果, 可以帮助降火, 排出有害物质。 但是如果过量吃寒性水果, 就会导致气虚和脾胃不适。 所以气虚体弱的人, 在吃寒性水果时更要谨慎、适量。 香蕉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水果之一, 相信大家都不知道, 食用香蕉竟然有这么多的学问。 看到这里的你, 相信对于香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日常可以按需选择, 看看自己是否适合使用香蕉。 若是上述的两类特殊人群, 则建议你最好别吃。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谢谢你。 感谢观看